约沙法与他列祖同睡 葬在大魏城他列祖的坟地里 他儿子约兰 接续他做王 约兰有几个兄弟 就是犹大王约沙法的儿子 亚撒利亚 耶歇 撒加利亚 亚撒利亚 米加勒 士法提亚 这都是约沙法的儿子 他们的父亲 把许多金银财宝和犹大帝的坚固城 赐给他们 只是将国赐给约兰 因为他是长子 约兰登基做他父的位 奋勇自强 就用刀杀了他的众弟兄和国中的几个首领 约兰登基的时候年三十二岁 在耶路撒冷做王八年 他行以色列诸王的道 跟亚哈家一样 因为他娶了亚哈的女儿做妻子 做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耶和华却因自己与大魏所立的约 不肯消灭大魏的家 而是照他所应许的 永远赐灯光给大魏和他的子孙 约兰年间 以东人背叛犹大 脱离他的统治 自己立王 约兰就率领军长和所有的战车 夜间起来 攻击那些围困他的以东人和车兵长 这样以东人背叛犹大 脱离他的统治 直到今日 那时 利拿人也背叛了 因为约兰离弃耶和华他列祖的神 约兰王又在犹大诸山 建筑邱潭 使耶路撒冷的居民 行邪淫 诱惑犹大人 先知以利亚写信给约兰说 耶和华 你祖大魏的神如此说 因为你不行你父 约沙法和犹大王亚撒的道 而行以色列诸王的道 使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 行邪淫 像亚哈家一样 又杀了你父家 比你好的诸兄弟 故此 耶和华将大灾 给你的百姓和你的妻子 儿女 及你一切所有的 你的肠子要得病 而且日加沉重 最后 你的肠子要坠落下来 以后 耶和华激动非力士人 和靠近古时的阿拉伯人 来攻击约兰 他们上来攻击犹大 侵入境内 掳掠了王宫里 所有的财物 和他的妻子儿女 除了他小儿子 约哈斯 也就是亚哈谢以外 没有留下一个儿子 这些事以后 耶和华是约兰的肠子 患不能医治的病 他患此病 缠绵日久 过了两年 肠子坠落下来 病重而死 他的民 没有为他烧什么东西 像从前为他列祖所烧的那样 约兰登基的时候 年三十二岁 在耶路撒冷做王八年 他去世 无人祭奠 众人把他葬在大卫城 只是 不在列王的坟墓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